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还可以穿着短袖出门 但是因为这个温差其实真的变得更大了 那有时候突然冷气团一来 那个温差至少隔一天大概可以差个10度 轻则很多人可能就 咳嗽啦 咳嗽啦 感冒啦 纵则其实很多心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 可能就因此而出现了 好 到底今年的冬天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做好保暖的工作 另外还要预防什么样的一些心血管方面的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荣总加医科的主治医师 宋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好好的聊聊 如何在今年的冬天过个平安的冬天 好 欢迎我们的宋医师 宋医师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宋医师的声音非常有磁性 在看诊的时候 其实光是声音感觉就会让人要觉得很安心 不过我们先来聊聊宋医师自己本身 您担任过所谓的卫生局长 然后再来也曾经在卫生署 担任副署长的一个位置 后来怎么会回到加医科 主要是因为我在这个卫生署及卫生局的任内 看到很多基层的医疗的状况 自己也觉得过去都是学医的 但是我大学毕业之后因为兴趣的关系 做了很长的时间的研究 但是在从事卫生行政之后 发现其实基层医疗有很多需要 可以服务的地方可以贡献的地方 所以我回到学校之后 就决定要重新回到临床 所以我就选择了加医科 至于为什么选择加医科 主要是我觉得加医科第一个 它强调的是所谓的全人 全家 全方位的一个医疗 那我觉得这样一个全人的关怀 其实非常符合我在这个 卫生行政的任内所感受到的 一个需要的服务的面向 第二个是我觉得家庭医学科 其实可以看到所有的科 内外父儿 尔比后科 复健 方舍科 刚开始不知道找什么科别 都是想说我先挂加医科再说 所以我觉得 回到这个临床之后 加医科其实有很大的成就感 那也觉得对家人 对周边的人 对很多朋友 其实在平常的时候 几乎就可以提供很好的意见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 是 所以其实这个宋医师 除了有在这个相关单位 有这么这么丰富的一些工作经验 再回到所谓的临床的这些门诊当中 我相信应该感受更深 是的 感受 今年其实真的很特别 就像我刚刚一开头讲的 就是 大家会觉得太讶异了 我们去看到 比方说现在其实 脸书上面 他可能都会回顾你 整个五年前 四年前 三年前 的同一天你在做什么 是 我就发现说 我儿子当时 有没有才看一岁多 那现在四岁了嘛 一岁多 他穿得跟熊一样啊 结果后来发现 今年在看他 穿短袖的 穿短袖的 所以今年的这个冬天 其实我相信 其实对于很多人 这个印象中的十二月底 或者是说这个 今年的冬天 它是很特别的一个冬天 对 有人说今年 又是一个圣阴现象 就是好像是一个暖冬 可是我觉得还是要提防 你看 比如说今天好了 今天温度就骤降到十五度 是 那在苗栗 新竹地区市场 还降到十二度 所以在前两天 我们的温度 其实是比现在 再高个十度 对 就是二十八度 对 我的天啊 那有的时候 其实不一定要到 非常严寒 只要气温骤降 降个五度 十度 它就会造成很多 因为温度下降 而发生的一些疾病 那主要是因为 我们的生理反应 对于这个温度的反应 其中一个很明显的 就是免疫力 那第二个很明显的 就是我们周边的血管一收缩 是 周边血管一收缩之后 就容易造成 我们中央的血管的一些压力 那就非常容易造成 一些症状 疾病了 那我们简单来谈 今天事实上可以看到说 低温容易诱发哪一些疾病 比如说 我们这个心肌梗 腦中风 这是大家常听到 那我们待会儿也会稍微 细谈这两个 因为这两个都是致命的 但是还有一些 其他的症状是因为 你的免疫力下降 比如说冬天的人 就常常觉得容易感冒 对 的确 低温容易诱发 这些呼吸道的疾病 甚至有一些过敏性的反应 因为温度的刺激 反而会加重 所以有些过敏性的症状 也容易出现 这个其实家里有小朋友的 以我来讲 我们家小孩 其实真的就因为症状 还蛮常见的 对 那另外一个 其实还蛮常见的 但是大家有的时候 就是忍耐一下就过去了 但它其实传染力还蛮强的 它会有传染力 对 那也跟低温 不是直接关系 但是常常在冬天的时候发生 它其实也是因为 免疫力下降的 就是些泡疹的问题 就是口唇的泡疹 不只是疼痛 那有时候造成一些 关针的问题 有很多人其实不知道 该如何来防范它 或者说该如何来处理它 那我们今天也可以 稍微谈一下 另外当然谈到一个 在低温的时候 比较少见的情况 但是可以很严重 那就是搞完扭转 然后有很多人 听到之后说 这是什么东西 对 那我们待会 第二也有花点时间 来谈的问题 所以其实低温 容易发生的一些疾病 大家要注意 其实只要低个一两度 就有一些症状会发生 如果像这几天 温度骤降十度 虽然还没有到严寒 但是仍然要注意它 一些疾病的发生 尤其是我们在台湾 算是比较潮湿的地方 然后体表的温度 有时候 就算它是十五度 人发现在干燥地区 它的十五度 跟我们潮湿地区的十五度 那个体表的温度 我们是比较潮湿的 是比一般的十五度 还要更低 是 体感 常常我们讲说 现在其实你的手机上 也可能有软体 就气温是几度 体感是几度 不一样 常常体感的温度 比实际的温度 要低个两三度 所以其实台湾 是比较湿冷的地方 那有很多的时候 我们在对冷的感受 或者冷对于生理的效应 其实比在干燥地区 要更严重更明显 因为其实包含现在 你会发现 尤其是在校园当中 或家里有幼儿的小朋友 已经去学校了 又发现那个地方 我们家长 一般的朋友都会讲说 感觉好像是毒窟啊 就是呼吸道的一些感染的问题 真的特别的多 然后同时如果小朋友的气管 他可能还没有像大人 有这么好的一个发展 他可能还在发展的阶段 所以很容易引发 他们过敏的症状 对不对 对 有两个可能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大家 比较熟知的 为什么叫他毒窟 就是因为只要有一个孩子感冒 大概全的幼稚园 或者全班都要 一半的人要被感染到 理由就是因为小孩子 其实彼此的身体接触很多 他们的手脚洗手的习惯 还没有养成 所以东摸摸 西摸摸 甚至于还有分食食物的现象 那有很多的这些 呼吸道的症状 都是透过肥沫传染 口沫传染 甚至于有一些肠胃道的 病毒感染 是透过粪口传染 所以这都跟口不可分离 那嘴巴摸的东西 摸摸鼻子 摸摸摸摸 又再去碰到对方 所以我们说他是毒窟 是因为他传染力实在太高 对 第二件事情就是 小孩子的免疫系统 其实还没有成熟 所以对环境的反应 有时候高 有时候低 所以对于一些病菌 对于一些过敏源的反应 常常在冬天的时候 因为调整上面的一些问题 反而会加重他的一些症状 那甚至于因为天气冷 我们的气管的反应 比夏天有更严重 所以如果孩子 因为过敏源造成气道的狭窄 就是我们俗称的气喘 黑菇 在冬天 有的时候会发作得更严重 所以这个是要注意的事情 OK 然后再来讲到所谓的口唇泡疹 其实我相信很多的这个 我们一般的民众 大概都有曾经有过 这样的一个经验 就是当你免疫力稍微比较差 或者是说你熬夜 然后那阵子可能压力很大的时候 我们常讲 是不是缺什么维生素哪一个群 但是其实这个还蛮常见 尤其在冬天 对不对 其实就根据研究来讲 我们说泡疹病毒的发作 其实跟气温的关系 并没有那么大 但是常常都是在跟你的免疫力 下降的时候 它比较容易发作起来 所以哪个时间容易免疫力下降 前面我们讲到说 冬天容易诱发一些过敏的症状 呼吸道症状 对 你在生这个疾病的时候 通常你的免疫力是比较差的 没错 因此有的时候是一个 先是一个呼吸道的病毒感染 接下来 怎么好像开始嘴巴又开始破皮了 所以这是一个 免疫力下降的一个症状 另外就是说你刚刚提到压力 压力现在大概是很多 不管是老人年轻人 甚至于小孩子都有压力 父母的管教 对孩子的教育的要求 让孩子上这个班那个班 一下子游泳 一下子猪算 一下子美术班 其实小孩子 也承受很大的压力 那本来小孩子应该多睡觉的 那有时候幼童其实睡的睡眠 其实在相对来讲是不足 他的免疫系统也会下降 也容易造成泡疹 那年轻人 更不用谈了 现在滑手机常常半夜都不睡觉的 不睡觉其实就造成免疫力 下降这个原因 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饮食的问题 饮食 对我们现在的饮食 常常会造成我们身体 好像没有精神压力 但其实来自一个生理的压力 我们吃东西如果不对 其实也会让我们的免疫系统下降 所以口唇泡疹也容易发生 你刚刚提到说 是不是缺维生素B群 或者什么C 或E 这个其实讲起来应该是讲说 如果你是均衡饮食的人 你没有什么理由要缺乏 这些维生素 那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饮食习惯 常常发生问题 你比如说常常 喜欢吃炸的东西 喜欢到素食店 不是摘食 是到那种 美式的饮食 美式的那种垃圾食物店 我们这样讲有点 有点诋毁人家的食物 不过那些食物 真的不是好的食物 对 尤其油炸的一些东西 造成很多很多身体的压力 造成我们的免疫系统 受到不断的挑战 造成一个慢性的发炎 是 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这种问题 OK 所以这个其实也常见 那当然其实你如果真的 比方说你可能擦擦药 大概差不多也是10天左右 对 一个礼拜10天它是会好的 其实 你免疫力上来之后它就好了 对对 其实你只要好好休息 你自己的免疫力恢复的时间 对 就跟那个整个病程差不多 也就是说 擦药或不擦药 其实好的时间差不多太多 差不多 擦个两天三天 那对于这个病程来讲 一般来讲 它自己会好的时间 大概就7到10天 没错 你如果用一些现在事实上 这个抗病毒的药物 还算多 但是缺点是这样子 如果常常使用抗病毒药物 很容易产生抗药性 是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也不见得建议说 每一个抗疹的病人 都要去涂这个药膏 是 你只要注意休息 多补充一点营养 好好的修 好好的调拭你的免疫力 其实自己很快就恢复了 因为我还记得 我们曾经请过一位医生 他特别来讲一些 就是口腔内 内外的一些问题 他就在讲说 当你会觉得好像 感觉快要发起来的时候 那时候擦药是有效的 对 就是一般我们在 药房可以买得到的 就是专门擦嘴泡的 那样子的一个药膏 但问题是 当它已经变成有泡泡了 开始已经会痒了 你在擦药顶多 感觉好像 也差不多是不是 七天到十天会好 对 差不多 一般来讲 它其实预防的效果 不接得很好 你开始有感觉的时候 其实应该讲 当你开始感觉要泡泡 尤其是你曾经有 有过 发生过泡疹经验的人 其实泡疹是会复发的 这个并没有什么 终身免疫这种说法 有人说得过一次泡疹 是不是以后不会再得 不过你得过一次泡疹 以后发作的机会更大 因为代表说 你的身体的 第一个免疫系统 容易受到侵犯 很可能你的生活习惯 就是常常造成 自己身体压力的人 所以其实那是个警讯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擦药本身 不见得会比较有效 是 虽然现在 我们都讲说 如果是很严重的泡疹 擦他药 会让你的症状减轻 让你的疼痛减轻 对 但实际上 对整个病程来讲 帮忙不是太大 尤其是刚刚 其实宋医师有提到病毒 那病毒大家都知道 几乎没有什么 所谓的特效药 就是靠次体免疫的 一个关系 这很像我曾经问过 一个小儿科医师 他说感冒喔 到底小朋友感冒 要不要吃药这件事情 他就说 基本上你吃药 就是七天会好 那但是如果不吃药 大概一个礼拜 好了 各位 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再继续来聊聊 第五个 搞完扭转跟冬天 是有一些低温上面的 一些相关理性 到底是什么样的 一个状况呢 等一下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所以回到节目现场 这个睡眠要充足 然后再来就是 保暖工作做好 饮食要均衡 然后适当的一些运动 其实就能够建构 自己的免疫力了 这个时候其实 不管什么样的冬天 低温碰到什么样的问题 其实都跟我们没关系 但是来了 好 很多人在想说 低温会搞完扭转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搞完扭转这几个字 其实看起来就很突兀了 是 很少人在提这个问题 的确它也不常发生 但是一旦发生 都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很严重 搞完是什么地方 就是男生的生殖器的 主要的成分 好 我们用一个 让大家来了解一下下 来 当然我们俗称就是 男生的蛋蛋嘛 是 所以就是这个 银囊里面包着的两颗卵蛋 那这两个搞完呢 是我们的生殖器官 最重要制造精子的地方 对 那从小孩子出生开始 到成人的过程当中 刚出生因为 在这个所谓的新生儿阶段 到一岁期间 还受到妈妈的一些 荷尔蒙的影响 所以小孩子出生的时候 搞完相对大 可是慢慢的 等到他一岁之后 母亲带来那些荷尔蒙的效应 减少了之后 你就发现说 他其实生殖器变小 一直要到大概 男生到那个十二三岁以后 开始青春期 青春期 这个搞完还有迅速增大 那就是因为 在这个迅速增大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外面的这个 阴囊长大 是 搞完也要慢慢增加的大小 同时呢 这个悬掉这个阴囊的 搞完的这个 所谓的提搞机 以及运送精子的精索 也会慢慢的加长 但是这个长的速度 不见得相同 所以搞完相对大的情况之下 他一碰到温度低温 他就会收缩 各位应该有经验 或者说大男生应该有经验 就是如果你在冬天要洗澡的时候 这个衣服一脱掉 是 那个搞完就开始收缩 那他就是 这是一个提搞的反应 那正常的提搞反应呢 这个提搞机还会往上拉 可是在青春期或者是 这个婴幼儿的时候 对 有的时候搞完的时候 这个婴囊的时候 速度比较快 这里面东西速度慢的时候 他就在里面 等于是我外面把它一起缩 转起来了 他就扭起来了 扭个几次之后 就在那边旋转 旋转到后来 这边本来有血管供应他的 就因为旋转的东西 血管就足死了 就像橡皮筋被绑起来了 对 足死之后 下面的这个营养就不够 就开始造成缺血性的坏死 第一个反应就是疼痛 对 所以常常都是一边 所以有的时候你去 去外面跑步啊 爬山啊 突然天气变冷啊 对 小男童啊 或者是这个青少年 就突然下腹疼痛 又不敢讲这个地方 搞完疼痛 忍着忍着忍着 过了六七个小时之后 对 我们所谓的这种黄金时间过去之后 他就开始出现肿胀 有些地方坏死 哎呀 那就到到必须要到病尿外科 去做一些急诊的手术 是 所以这个可以发生 变成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他的疼痛是会很巨痛吗 是巨痛的 是巨痛的 但是一开始当然 开始都是一些隐隐作痛 突然好像痛起来 而且肚子干侧 有点像是 像肚子痛 又像 运动过后的那种 身心拉伤的肌肉 因为常常就是发生在 你暴露在室外的冷空气 那这个时候 你也许只是站着 但是也许你是做一些活动 是 那活动过程当中 你常会觉得 会不是我哪个运动姿势 不对造成的东西 所以你也许 脚就动一动扭一扭 想要调整一下位置 可是越调越痛 还痛 因为这个情况 又是不是一般人很熟知的 是 有的时候就 就真的可能发生 那 那黄金救援的时期 大概在六小时到八小时 六个小时到八小时 当然所有的 等下我们谈到的心肌梗色 脑中部也是一样 所有的这种血管阻塞性 或者血管供应出问题的急症 大概都尽量不要超过六个小时 最好 那当然我们越短越好 对 越早发现 恢复期越快 恢复的时间就越快 OK 好 那超过八个小时之后 大概一些这个永久性的伤害 就可能造成 所以它大概是会比较好发 在刚刚所说的婴幼儿 婴幼儿 或者是说 这个青春期的 就是十二到十八岁的 成年之后 可能就会好一点点 比较少发生 成年之后主要就是说 你的整个提睪机的反应 也比较明确 那这个婴囊的大小 跟这个整个睪丸 提睪机精索的大小 大概都比较定型 是 比较配合 所以比较没有这种 反应不均一的这种现象 所以在做户外运动的时候 麻烦各位 或者是说你今天真的可能要往外走 你不要上半身穿得很暖 那下半身很单薄 你想说不会 因为这个地方是心脏 我就听过这种说法 这边有心脏 所以我知道这个胸口 这个地方有护住 我下半身穿薄薄的 比较没关系 其实错了 这个很重要 对 全身性的均衡包 虽然说它不常见 如果相当少见 其实相当少见 只是今天提出来 OK 让大家有一个 这个冬天的一些疾病的感受 不常见 但至少见过 在台湾 对不对 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 好 温度的这个体表的变化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这个第一大主题 很多人在讲说 这个冬天到了 我们常常会半夜听到 最怕的听到就是救护车的声音 因为有可能是某一个家人 这个出现了所谓的心肌梗灾 在因为体表的温度一骤降的时候 可能就会让血管开始收缩了 那当然这个也是三十岁 各位不要以为都是中老年人的专利 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三十岁的厨师 两年五次急诊 都是因为心肌梗塞的一个关系 所以每半年要进心导管室一次 那当然这个已经变成一种 现代人其实很多年轻朋友 也要开始注意的问题了 对不对 这个案例在过去几年 其实类似的报道相当多 甚至有一个报道是大概五六年以前 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就在寒风中骑摩托车 是 空就倒地了 因为寒风中骑车非常冷 再加上这个年轻人 本身真的是有点肥胖 那很多问题都是肥胖造成 那肥胖其他的相关的所谓病发症 像这个报道上面讲 所谓低密度脂蛋白过高 那很多人大概不知道 什么叫低密度脂蛋白 一定听过所谓坏的胆固醇 那坏的胆固醇高 就非常容易造成心血管的疾病 主要是它容易造成血管的硬化 在血管的内皮上面造成伤害 产生一些所谓的脂肪的堆积 让你的血管变得狭窄 再加上你在寒风中 这个不是骑摩托车 就是你只要曝露在寒冷的温度 对 周边的血管一收缩 影响到你这个中央血流的压力增大 对 这个狭窄的血管 就很可能发生内皮的破损 一破损之后 就产生了所谓的血栓 这血栓就塞到 塞住了 塞住你的重要器官 如果塞在小的肢体呢 可能就造成局部肢体的一些小病变 对 这边稍微痛一下 或者造成血管 比如说眼睛突然看不见 眼中风 造成冠状动脉的阻塞 就是心肌梗塞 那发生过一次心肌梗塞的人 他第二次发生的风险就大幅增高 所以这个年轻化的迹象 其实是越来越明显 那我自己在门诊里面看到 其实有很多的年轻人 其实就是年纪轻轻 就被肥胖所苦 那急性心肌梗塞 还没有发生之前 有很多其他的真相 包括关节的疼痛 痛风的发作 血脂肪的升高 对 甚至于血糖的升高 更严重的事实上 二十几岁不到三十岁 糖尿病的病人大幅增加 现在二十几岁有糖尿病 对 我其实最小的病人才二十二岁 天哪 那不是就是刚好大学 四年级或刚毕业 就是大学 黄金时期 没错 所以其实 不要小看这些慢性病 好像以为只有老年人才会发生 是 那年轻的人如果生活习惯不好 或者是体重控制不良 还有饮食 饮食最重要的就是饮食 是 所以非常容易造成这个问题 所以如果喜欢吃高油的 高脂肪的 或者是说 现在其实有很多的饮食西化的 那 拜托大家 饮食真的很重要 那当然是良好的生活作息 我们再次强调 良好的生活作息也是非常重要 因为心血管方面疾病 尤其是心脏病 现在已经是每年的十大死因当中的 第二名了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这样子的一个族群 我们真的都在我们的身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 这个是所谓的冠状动脉 我们就来细分一下 如果它的阻塞 刚好是发生在所谓的冠状动脉的时候 第一我们当然先解释一下 什么叫冠状动脉 冠状动脉就是我们的主动脉血管 刚刚离开主动脉的地方 在主动脉半上面的两个分居 对 一个是左边的 一个是右边的 我们叫左冠状动脉 右冠状动脉 当然左冠状动脉又分为这个所谓的 左前降肢跟回旋肢 那常常发生的就是在这个血管分叉的地方 那分叉的地方 冠状动脉的主要的 这个发病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刚讲 假如你有血脂肪的过高 或者是你有高血压 或者是糖尿病 任何一种这样的状态 甚至于就算你还没有看到临床这些症状 因为肥胖而造成的慢性发炎 都容易造成血管内皮 所谓血管内皮就是我们的血管最里面的那一层皮 那个皮叫做血管内皮 它平常是非常平滑 本身具有很好的调控血管收缩的功能 但是在你这些慢性发炎的状态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状态 对 它就容易受伤 一旦受伤之后 它的表面的平滑度就受到损害 就容易造成一些脂肪黏在上面 是 一黏在上面就造成管径狭窄 管径狭窄一到某一个特殊状况 比如说当你周边冷天的时候 周边的血管 我们表面的血管 因为冷会收缩 对 整个血流就往中间一击 压力一升高 常常会造成血管的一些反应 对 反而造成它的一些痙攣的现象 甚至于造成这些 血管内皮上面的这些堆积物就破损 是 一旦破损呢 也许它从上面某个地方破了一小块 一到这个管径下宅的地方 塞住了 糟糕 一塞住下面这要靠血管供应的地方 就出了问题 是 一出问题 这个所供应的肌肉 心脏的肌肉就坏掉了 那你想想看我们的周边的骨骼肌 我们平常走路 对 走走路还要休息 是 心脏从怀孕胚胎的第三个礼拜开始 它没休息过 到你往生的那一天 它没休息过 对 所以你如果一旦血管的供应出问题 它立刻Bump的这个 这个所谓Bump的这个功能就受损 血液没办法打出去 脑袋第一个受影响 周边的血管也缺氧 人就打下去了 是 所以冠状动脉的疾病的发生 大概的激转就是这样子 好 那耗发的时间 常常冬天的时候造成这些问题 清晨 其实是 刚刚提到说半夜对不对 对 夜里温度下降 你在被窝里暖暖的 要起来上个洗手间 突然 被窝一掀开 到厕所 就打下去了 糟糕 所以这个 这样的发生的时间 情况还蛮常见的 是 所以其实真的要特别小心 在冬天 尤其是那种温差很大的 入夜之后 对 家里如果也有所谓的中老年人 有长辈的 或者自己本身 其实真的也是血腰比较高的 或者是说你比较肥胖的 可能都要特别特别小心 所谓的心肌梗塞的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它的确是我们在这个冬天 尤其是在今年的这个特别的冬天 一下子天气很暖 一下子气温很低 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自己提表 可能真的都有点受不了 更何况是我们的身体当中 最重要的血管部分 好 我们先暂时跟聪明师聊这个地方 等一下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再请教一下这个宋医师 我们常说这个心脚痛 到底有什么样的症状 它跟所谓的心肌梗塞 它们的痛感是一样的吗 好 心脚痛跟心肌梗塞 很多人真的是混在一块 我们可以讲说心脚痛 可以说是一个单独的情况 但是它也可能是心肌梗塞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心肌梗塞的人 可能会有心脚痛 或者他之前曾经发生过心脚痛 那心脚痛是什么原因 跟心肌梗塞有一点不一样 是心肌梗塞是整个塞住了 心脚痛是相对的狭窄 所以它可能是因为天冷的收缩 有可能因为压力突然造成收缩 或者说他的心脏的血管 平常的供应不是很良 他平常比较少做运动的人 突然做一个剧烈的运动 当他周边的组织肌肉 需要大量供血的时候 心脏要跳得很快 那平常没有训练的时候 心肺功能不好 就造成血管的相对供应不足 会有一点疼痛 就会造成疼痛 所以那个疼痛的感觉 事实上有点点像 胸口压力增加 揪一下 然后有的时候会觉得说 下巴也疼痛 肩膀也疼痛 那这个东西跟心梗的痛 就有点像 可是心梗的痛更像是说 有人踩在你的心脏那种感觉 那个重压感是非常严重 那个疼痛 曾经发生过心梗的疼痛的人 大概都会描述说 那个痛啊 好像是有人踩在你的坟墓上 就你已经是快死了 还有人在你的坟墓上重踩 那个疼痛是非常明显 有时候会痛到牙关痛 那另外一个要提的就是说 男性跟女性的心梗 或者心脚痛的症状 有点不一样 有的人会疼痛 像很多女性的疼痛 其实只是疲倦感很强 那有可能只是胃在痛 或者是背痛 所以其实这几个疼痛 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假如他有持续进展到头昏 甚至开始恶心 然后有这种前所未有的疲惫感 大概都是这样子 第二件事情就是 心脚痛是有可能自己复原的 所以他的时间大概是几分钟到 最多不会超过个三十分钟左右 大概自己会复原 可是心肌梗塞 大概就是越来越严重 你那个疼痛 痛到后来 大概是没办法恢复 到甚至整个人会昏倒回去 我们就讲就是 所谓的这个崩溃 整个人崩溃 那第二件事情要提到就是说 有人说消化肝油 可不可以用来治疗心梗 对 因为其实就是前一阵子 我们大家都知道 所谓的这个郭金发 郭大哥 他也是因为在台上演唱 突然一倒 其实大家就开始 正视这样子的问题 是不是应该在家里 准备什么样的一个急救的方式 对 那我们当然是建议说 有高血压 甚至曾经被诊断过 有这个高血压的血管心疾病 也就是说 如果你合并有高血脂 甚至你开始在服用 阿斯匹林这类的药物的人 对 大概都有一些这样的风险 那如果是曾经还发生过一次胸痛 胸闷 不管你当时有没有被诊断出来 是心脏缺血 就是心电图也许看不出来 对 也许有看得出来 其实被一个这样的救星一类的 所谓的消化肝油在身上 当心脚痛发生的时候 其实是有帮忙的 是 那另外一个心脚痛的诊断的方法 其实也是 假如你含了这个消化肝油 可以缓解的话 是 大概就是心脚痛 就是因为心脏血管的 就是冠状动脉的狭窄 是 那一般的治疗的原则就是说 你不要寒了之后 缓解就没事了 没事 就不去医院了 还是要尽快去医院 对 也就是说 真正的心脏的疾病 对 没有什么自己可以疗愈的方法 不像我们前面讲的说 这个 口唇泡疹 或者是感冒 这些东西 它是自己会好 对 但是心脏的问题 通常需要医生的帮忙 需要医院的帮忙 不要自己当医生 对 所以 这个 这个 准备消化肝油 在身上 随时如果有这样的问题 自救 是必要的 但是不要过度的相信说 消化肝油 可以救心肌梗塞 心肌梗塞一旦发生 还是要赶快送医院 因为心肌梗塞 真的就是塞住了 是 消化肝油可以让血管放松 但是放松之后 会不会让那个塞住的地方 再打通 或者是让那个栓塞 通过 再掉下来 通常机会不大 也就是说通常这个栓塞一旦发生 它后面事实上会发生一些连锁反应 这个连锁反应 就会让它阻塞的上方 产生更大一团块的 这个血小板凝结在上面 是 会造成更大的栓塞 而不是说小小一地塞在那边 就永远只是小小那一块 它会造成这个血液的停滞 停滞之后 它就会在上面形成更大的团块 是 常常需要的治疗 是到医院里面去打一些 溶血性的治剂 把这个血栓溶掉 对 甚至需要做一些导管 心导管进去之后 把这个血栓的地方 指甲撑开 是 这个才有办法救治 所以跟心脚痛是不一样的 好 所以这个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 那当然其实如果是说 旁边刚刚好有家人陪伴的时候 如果真的 真的发现家人突然之间的 所谓的心肌梗塞的一个状况 可能也许它昏倒了 或怎么样 第一个急救的步骤 应该会是什么 网络上其实 风传很多 这个所谓心肌梗塞的自救法 我想上面的自救法 都不如我们在这个卫福部 所有的健康这个卫生行程单位 常年宣导 还有我们这个心脏学会宣导的 所谓心脏复苏数的一些原则 简单讲叫做叫叫CAB 第一个赶快叫 叫病人 叫醒 叫醒他 看他有没有反应 他如果有回神反应 那当然就是一个好现象 但是仍然要想办法 赶快看他的呼吸 第二个叫叫做呼救 打119 或者是找你知道的人 赶快请他帮忙 或者请别人打119 第三个才开始做所谓的 这个CPR的东西 CAB 第一个C就是压 让它的循环增加 我们叫Circulation 第二个A叫做气道 想办法把它口腔里面 如果有唾液啦 正在吃东西塞住啦 把它清开 是 最后有机会才做人工呼吸 2010年之前 我们叫做叫叫ABC 先做气道 然后吹两口气才开始循环 是 那2010年之后的这个新的指标 就是说 你的治疗的这个最好的一个 最需要维持的是血液的供应 先压 所以先压 然后清除口腔的衣物 清除口腔的衣物 才开始做人工呼吸 那事实上你 甚至有人说不做人工呼吸 你光是压 帮忙也很大 也OK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打119 那119在台湾 其实真的要好好的称赞他们 这些年来的不断的训练 不断的把这个流程 简简化 这个精致化 做不断的操演 其实大概平均在台北市 打了119之后 车子到来救的时间 大概平均是六分钟 四到六分钟 六分钟 非常快 非常快速 所以其实一来到那些 那些这个EMT 就是他们的急救护员 就会接手做CPR 送到车上去之后 一路还是做CPR 需要打一些做电击的话 都会在车上做 所以这个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好的 那另外其实现在在很多的公众场合 都有提供所谓的AED 傻瓜型电击器 所以其实如果民众可以接受一些CPR的基本观念 当然家里不可能准备AED 但是如果是在公众场合出现这问题的时候 傻瓜型的电击器 它其实上面很简单操作 很简单就是按钮 对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也是翻过 所以这都是比较好的或者正确的心肌梗塞的治疗的方法 那网络上有讲说 这个心肌梗塞之后 治疗法就是用力咳嗽 我们在医生的这个讨论群组里面 曾经有就这个问题 稍微做一点意见交换 大部分的医生都觉得说 这个有点困难 困难的原因在哪里 因为一旦心梗之后 其实神志上是丧失的 你再教他咳嗽 你很难自己很难咳嗽 另外就是他全身的力气都没有了 你如果还要记得咳嗽 那大概其实就不是心梗 你如果还可以这样咳的话 心肌梗塞的机会就不大了 所以其实重点还是想办法 几个重点 就是我们刚讲的 寒冬几个要注意的事情 如果你曾经有高血压的问题 或是你有山高的问题 不要轻易的曝露在 骤寒骤骤暖的地方 比如说去洗三温暖 那是绝对禁止不要 或者说你到杨明山去泡汤 露天泡汤 泡完汤就突然站起来 在冷风中去穿衣服 这个都是尽量要避免的事情 这种忽冷忽热的状况 那第二件事情当然就是说 你要准备一些自救的能力 所以这个冬天保健之道 这是最需要避免的 那其他东西当然讲 说你平常就要做好的保健之道 刚刚主持人也讲了 均衡的饮食 适当的运动 充足的休息 所以这个是保健之道 对 所以 请问这种朋友们都参考 好 那当然其实接着下来 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现在也是有很多的 年轻朋友的一些案例了 那就是脑中风 好 那我们来讨论一下 这个我们整个 所谓的这个脑部 如果血管栓塞了 它大概会出现 什么样的一些症状 千万别小看 因为真的有年轻化的趋势 是 刚刚主持人提到说 我们国人十大死一名 第二名是心血管疾病 第三名就是脑中风 所以这都是这个奪走人家生命 奪走我们国人生命的 这个前几名的杀手 第一名是癌症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脑中 脑中风的发生的状况 嗯 跟心梗其实有点类似 对 那当然它的这个风险因子 也都是很类似的 就是你如果家人 曾经有过脑中风 或者有过心梗 你发生的机会就多 对 原因就是因为它同样都是 发生酸塞的问题 是 主要不同的地方就是 发生次的脑血管 嗯 而不是心脏的冠中动脉 了解 所以等于就是脑部的血管阻塞 嗯 脑部血管阻塞之后 就会造成这个中风的问题 嗯 那当然你如果严格来定义说 脑中风 除了这个缺血性阻塞的这个中风之外 有没有其他的 有的 嗯 脑血管破裂也是一种 是 所以叫出血性的中风 跟缺血性的中风 哪一种比较多 缺血性的中风居多 嗯 出血性的中风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脑血管本身的脆弱 是 脑血管的病变 加上突然发生的高血压 嗯 所以高血压的病变里面 其实两种都有可能 缺血性的 或者是所谓出血性的 都可能 那死亡率哪个高 其实出血性的死亡率更高 嗯 一旦出血其实 那个血块压在那边 其实死亡率很高 所以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 发生的是这种缺血性的中风 它其实有 也是一样有这个急救的时间 嗯 一样 越快越好 是 三到六个小时之内 送到医院去 如果诊断是缺血性的中风 打一些溶血性的 这个治疾 嗯 实际上是有帮忙的 很多时候 以现在的这个急救医疗的进步 嗯 现在救回来的机会其实相当大 OK 那刚刚讲到说 这个脑中风的几个症状 嗯 因为脑袋是 这个 控制我们人体 肢体活动啦 直觉啦 言语的一个中枢嘛 所以一旦脑部发生这样的病变 症状上面就很明显 是 第一个 脸部的表情会出现改变 嗯 所以 在我们 其实台湾用这个这个缩写 不是完全可以意会 但是 对于外国人来讲 FACT FAST FAST 这个缩写就带有一些很好的提醒效用 F就是Face 是 脸部的表情突然 本来讲话是好好笑的 突然一边嘴巴歪了 不对称了 眼睛不对称了 这个表情的不对称 它不是做鬼脸 是 这个大概就是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有人如果说 全身不舒服 你叫他笑一下 他如果一笑是嘴歪眼斜的 A 这很可能就是一个症状 是 第二个是A叫做Arms 就是一般来讲 我们两只手都可以 力量都是平均的 举起来都是 都是可以举动高 对 那假如说这个人举起来 第一个一边动作比较慢 叫他举起来之后 力量突然撑不住了 你可以叫他 爸爸你把手举起来 是 举着就凹下去了 是 这也是一个半边肢体 突然发生无力的状况 第三个就是S 我们叫Speak 就是平常讲话 这个都是自证腔圆 突然Rrrr 讲话变得不清楚了 不清楚了 这个时候大概也是一个很明显的症状 是 那T讲的是Time 其实主要讲的是说 赶快去求救 是 所以这个时间非常重要 所以F A S T 是英文的缩写 是 那中文其实就只叫联熟 炎快 ok 好我们先暂时跟宋医师聊到这个地方 等一下我们再来好好的聊一聊 在冬天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做好 最重要的心血管方面的保健工作 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么刚刚有讲到其实这个F A S T 其实它是一个口诀 那当然也是判定所谓的脑中风 非常重要的一些几个激转的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步骤啦 好那当然其实也有坊间在讲说 如果真的发现身边有脑中风 其实它是说 那你就在手指上扎针 放血 这对吗 或者掐人钟 对对对之类的 对其实坊间都传有一些很多的 这种所谓的 偏方的疗法 在医学上面 其实大家都没有证据 可以来支持啦 所以我们先不讲说实不实际 放血 你的工具是什么 要放多少 对 所以其实大部分没训练 所以 当然自己放血更是不可能 是 一旦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 大概都失去了行动能力 所以我觉得这个坊间的这些说法 有的时候真的是误导 我们仍然还是强调就是 赶快求救 就打119 对打119 那就是你当你判断 它有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是赶快求救 是 所以放血掐人钟 大概帮忙都不大 那有一些人还比较容易 误掉急救时机的 就是常常就觉得说 因为这个腦中风 有的时候不是立刻就倒下去 就是人觉得突然好像晕了 累了 那就说那我去休息一下躺一下 是 常常一躺就躺过了那个黄金世界 OK 越躺就越睡越沉 那家人有的时候觉得说 他去睡了不要去吵他 他先休息不要吵他 等到去叫的时候叫不行 糟糕 所以这个要判断这个之前 要让他去休息之前 最好就是用我们刚刚的口诀 稍微判断一下 是 所以这个是我们冬天在预防 尤其是老人家 发生这些心血管疾病的时候 一些家人照顾上面 可以帮忙的事情 好 那么当然其实现在人 为什么刚刚有说心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 那可能也是跟我们的饮食 整个所有的西化也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是 再加上现在的年轻储群 大部分或者是一般的上班族 其实大部分都是外食 那外食的风险 其实真的就相对来讲 相当的高 对 好那当然其实也有一些 我们是可以来做日常当中的一些 饮食上的一个保养 请教宋医师 是 第一个我们就是外食 为什么会造成这些问题 它普遍的就缺乏好的营养素 是 尤其是你外食又偏食的话 我曾经有个小病人 他就喜欢吃薯条 大概多大 他其实就是高中毕业而已 他就喜欢吃 应该说他喜欢吃马铃薯 所谓的产品 是 这个chips 炸的薯条 甚至于这个奶油烤薯 也很喜欢吃 其实你如果稍微想一想就知道 这种吃法它只偏一种食物 对 它没有办法均衡取得很多营养素 那营养素里面有很多东西 我们简单的讲一讲 现在其实很流行很夯 你需不要去买补品 我认为并不需要 是 但是如果你有缺乏的话 你补充一点 我并不反对 那 比如说类胡萝卜素 在很多的蔬菜里面都有 只要是那种红色黄色的 红萝卜 番茄 甚至于还有是叶黄素 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所谓的类胡萝卜素的东西 它是很好的抗氧化剂 花青素 只要是深蓝色 深紫色 甚至有一些黑色的 比如说木耳 这些比较深色的植物里面 大概都含有花青素 大豆 翼黄铜 或者我们讲说就是 翼黄铜类 或是黄铜类的这些东西 大概在我们的很多的豆类 蔬菜类都富含 所以如果你是喜欢吃单一食物 或者是吃荤食的人 这类的营养素就可能会摄取不足 另外维生素E跟维生素C 它都是很好很好的抗氧化剂 那研究上面虽然没有任何一个研究支持 说我们上面讲的任何一个单一的营养素 具有治疗的效果 但是所有的研究也都支持 如果你综合摄取 那现在其实这个心脏血管的研究报告里面 非常赞成所谓的地中海式的饮食 我这边并不是要宣扬地中海式饮食 但是你可以了解 大概地中海式的饮食就是蔬菜居多 第二个呢 加上好的油 比如说橄榄油 或者是亚麻人油 或者是亚麻人油就是这些植物性的油 含有好的Omega3的油 或者是像橄榄油是含有Omega9 是 这些好的油都有帮忙 另外的 辅酶Q10 或者叫CoQ10 Q10是什么东西 CoQ10事实上是我们的立腺体当中 我们的呼吸链中间的一个关键酵 辅酶 那这个辅酶呢 会让你的立腺体的功能加强 整个代谢的能力非常的好 甚至于在这个心脏衰竭的病人 在临床上Q10是可以当来当做治疗的 所以你如果适当的摄取所有的好的食物 就可以摄取到这些东西 所以均衡饮食是重要的 那你问我说哪一些食物特别含量多 没有哪一个食物是完美的 所以均衡摄取的概念就是说 就因为没有单一食物是完美 甚至你如果单一摄取同一种食物 过多的单一物种的这些所谓的植物化学素 反而会有害 举个简单的例子 这个花椰菜 花椰菜是很好的抗氧化剂 也有很好的抗氧效果 但是你如果单一只摄取 曾经有一个案例就是 单一摄取这个花椰菜 结果造成甲状腺低下 也不行 也不行 所以均衡摄取是最重要的 所以其实这个造物者非常的奇妙 对不对 他其实真的造 就是说这些所谓的营养素 其实就在各个不同的食物当中 你就必须这边也要一点 那边也要一点 比方说这一餐可能有花椰菜 然后再炒个番茄炒蛋好了 其实有一些营养素就够了 对不对 好 然后再来你如果早上起床 喝一杯无糖的豆浆 当然是飞机改的 无糖的豆浆 大豆叶黄酮也有 然后再来多摄取一点好油 比方说你是不用高温烹煮的 有一些所谓的像什么亚麻仁油 或者是凉拌的 甚至于我们台湾的苦茶油也很棒 那当然你的这个所谓的 心血管方面的问题 可能就比较不会容易找到你了 好 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寒流 万一来的话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做好保暖的工作呢 是 这是我们医生经常那种苦口婆心 都要劝病人做的事情 是 有点像老神常谈 但是真的是保命的秘诀 冬天充分的保暖是必要的 千万不要以为你身体很勇壮 我就喜欢穿短袖出去 什么时候不要逞强 保暖 第二个刚刚提到的均衡饮食 特别强调均衡两个字 均衡就是什么都要摄取的 千万不要偏食 千万不要说我只喜欢吃哪里的食物 我讨厌吃哪里的食物 第三个适度的运动 适度的运动其实非常重要 不运动或者过度的运动对身体都有害 怎样叫做适度的运动 我们一般讲的所谓的三三三原则 那其实我现在并不完全强建议三三三 我认为其实每天都要运动会比较好 所以每天大概三十分钟到四十五分钟运动 不必太剧烈 你稍微跑得有点喘 或者走得有点喘 快走都可以 甚至于可以分段做 对 早中晚各十五分钟 其实你不需要说 我一定要分出一段四十五分钟的时间来 有很多人说做不到 那我就早中晚饭后或者上班时间走一走 甚至于我就上厕所的时候我多绕两圈 都是可以的 或者是你家住三楼 对不对 你就不要坐电梯 你就上上下下上上下下 也OK 那第四个就是健康作息 所谓健康作息就是 这个日出而坐日入而息 当然没有这么大 就是 尽量早上要早起 我们觉得六点到七点一定要起床 你睡到八点钟以后 那表示你前一个晚上一定睡得很晚 那晚上也不要太晚睡 最好是在十一点钟以前能够休息 最晚最晚我想不要 现在人其实要十一点就行有时候还蛮难的 不要超过十二点 十二点 好 第五个就是说 如果你已经有一些慢性病 请你确实用药 我有很多老病人 真的叫做看血压剂用药 今天血压不高不吃药 第二是凭感觉用药 今天没感觉不舒服不用药 第三个就是有点迷思说 吃药一吃下去就一辈子了 他就讲说 那我故意打断这个一辈子的迷思 我就吃一天停一天 这个都是非常不好的习惯 所以我们建议就是 如果你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病人 一定要按照时间服药 乖乖的 乖乖的 这个服药绝对不是一辈子的问题 是 有一句话难听就是说 你如果不好好一辈子吃药 你可能吃不到一辈子 OK 这样听懂了 是 好 所以其实真的就当我们的这个 今年的特殊的冬天 那当然气温的变化真的很大 所以其实几个要点提醒大家 虽然就像宋医师说的老生常谈 我们也经常提到 看起来这些字眼都还蛮容易的 但其实真的做起来有一点点困难 但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尽量的去做 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宋医师 谢谢你 希望大家做个平安的冬天 那么也谢谢各人朋友您的收看 别忘了下次同一期间 继续锁定我们的生活快通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